你好 各位观众 我是黄明明 欢迎收看今天十月二十五号公示晚间新闻 首先要为您报导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案 未来所有的性侵害犯人 如果被评估认定有再犯的危险 检察官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治疗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立法院也以附带决议的方式 请相关单位研究 对加害人化学去世的可信心 你们话要抓索 今年三月云林国二一位夜姓女学生 被刚出狱的性侵累犯林国阵性侵杀害死亡 外界才发现林国阵属于95年6月30号以前 犯下性侵害的加害人 不受刑后强制治疗的规范 为了避免性侵害防治出现漏洞 立法院周二三读通过了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部分条文的修正案 修法回应民间诉求 除了让所有性侵犯都纳入 行后强制治疗的范围弥补空窗期 同时也增定未成年犯比照成年人 要接受强制治疗 强制治疗我们最主要在防堵 这个小狼变大狼 就是少年性侵害的部分 出狱之后我们一样比照成人 来接受强制治疗 不过外界关心的化学趋势是否作为加害人处遇或治疗的选项 则是放在附带决议当中请相关单位再研究 我们希望以后再次修法可以经由大家共同的讨论 再把这个化学治疗纳在我们国家法律里面 像煤根的入法 还有药物性技术治疗法的入法 他没有做到 对我们而言人民还是会再继续争取 虽然立法院通过了外界称为白玫瑰法案的相关条文 也明定中央主管机关应该建立全国性侵害加害人的档案资料 不过并不会对外公布 另外也没有让化学去世入法 白玫瑰社会关怀协会认为 这次修法只有七十分 但他们不会放弃 会继续努力 记者综合报道